好 來 那麼這個 我們指揮中心的發言人莊仁祥醫師 今天說 今天這個案 七九一經由病毒基因的比對 確認他是英國變異 五肺的病毒所感染 那加上昨天是案七九二也是 所以臺灣已經有兩例 境外移入的英國變種病毒感染個案 那這個七九一 他是二月的時候 到英國去留學 十二月二十二回來臺灣 持有登機前三天核酸檢驗的陰性報告 入境以後到住處居家檢疫 二十六號出現發燒咳嗽流鼻水 肌肉痠痛 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CT值是二十三 二十三病毒量其實算高的 來 我們來看 除了這位案七九二十多歲少年 感染英國變種病毒外 隔一天再加一例個案 這二十一組裡面出了先前 昨天已經說你們有七九二 另外也有一例是七九一 臺灣出現第二例英國變種病毒 感染的案七九一是本國籍 二十多歲男性 今年二月到英國留學 十二月二十二號從其他國籍班機 斬機返回臺灣 在家裡居家檢疫 結果在二十六號就出現發燒咳嗽 流鼻水肌肉痠痛症狀 三十一號確認染上英國變種病毒 它的CT值是二十三 所以算是比較 病毒量也比較高一點的 它在家裡獨自進行居家檢疫 所以也沒有匡列任何接觸者 驗出第二例英國變種病毒 誰都不敢大意 另外新增的案七九九 也是從英國轉機來的 英國籍七十多歲男性 十二月十八號來台探親 二十六號就出現症狀 三十一號確診 由於它的CT值也偏低 指揮中心也會加強檢驗 看它赤膊染上變種病毒 我們會針對所有的 從十三號就是有到 針對從英國反彈的旅客 加強追蹤裁解 就怕台灣再出現變種病毒個案 我再請教一下周醫師 因為登機前 他有三日內的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所以也是對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案例說明 回國前七十二小時的PCR 常常是陰性 但是到台灣之後陸陸續續發病 所以其實就像我們所注意到的 各國所訂定的一個CT值的陽性 預測不一樣 我們以前是定三十八 現在提升到三十四 可是這部分就產生 但是就變嚴了 變嚴 可是在國外 他會動 他基本上嚴的話 他可能會抓得更嚴 所以就是說可能這個留學生 在台灣是二十三 可是搞不好在當時英國做的時候 搞不好是落在三十五 可是他被列為陰性 因為他們不一定會把CT值出現 這些報告裡面 所以打算說他的一個三十五是所謂的一個病毒的一個出生段 那到台灣之後隨著時間 五天的時間複製到最後變成二十五 是可能的 所以現在變成說我們沒有去就國外的一個部分進行認證的話 這所謂的陰性 或因為各國的認定標準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抓不到那種剛好在空窗期 那世界最嚴的是多少 其實台灣應該算滿嚴的 三十四算很嚴 台灣的部分的話之前三十八很嚴 現在三十四的部分只是回到一個世界標準 三八也就是說一點點就會被抓出來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的一個防疫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部分就像案七九一 他居家檢疫這個部分的話 跟家人之間的接觸的確是個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冬天窗戶是不打開的 所以在他的通風這個部分 病毒如果說在牆壁上 我們在CT值低於25的時候 百分之七十的機率會傳染給別人 而且體外有辦法培養 所以這在家裡的這段時間逐漸增加 甚至檢疫當時是二十三 之後又繼續住家裡的這種情況下的話 他其實家人的感染風險會相當大 相高 第二部分就是說其實英國的這個部分的病毒 它的關鍵點就是繁殖太快 可是也很難說這個繁殖太快的過程中 又有新的一個突變產生 所以我們一直在擔心的就是說 不封鎖國境的話 這些英國的病毒早就不是限定在英國而已 歐洲 日本 香港 這些都出現新加坡都有的情況下的話 台灣不再做邊境管制 按照目前的快速盛行率 一定會造成後面的風險 就是疫苗的一個保護力下降 甚至新的突變造成新的一個致病的一個風險度增加 好 來 為什麼台灣啊 我覺得台灣就是超前部署 而且戰戰兢兢如臨大敵 交通部長 因為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說1月15號起強化入境旅客的檢疫措施 如果你在居家檢疫一個人一號 勢必將調整國內防疫的運輸能量 所以交通部長林佳龍宣布 今天宣布五大對應決議 包括觀光局逐步增加一萬間防疫旅館 防疫車隊服務量能要重新檢視 航空業者要紓困專案 以及督導落實中央秋冬防疫專案的措施 所以防疫旅館要傳得好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世界的疫情 這是今天全球累計已經到8304萬人確診 其實今天增加很多 今天一天增加719000多 那麼死亡已經181萬多人 今天一天死亡14700人 其實今天這個數字算高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歐洲的大國 德國今天增加1萬9 西班牙增加1萬5 義大利增加1萬6 法國增加2萬6 英國增加5萬多 顯然英國那個變種病毒是傳得快 是傳得快的 是蠻強的 而且連續兩天5萬多了 台灣全世界表現太好了 台灣今天增加兩個境外移入 797人 7個人死亡 在全世界排177名 那麼美國日本韓國 這些國際現在的疫情如何 今天比較嚇人的新聞 我覺得是這個 說這個世界各國的病例裡面 有少部分人描述 從染病以後的某一天開始 腦中就出現鼓吹 他們要殺人的聲音 震驚了醫界 最新的研究顯示 少部分的民眾在沒有精神病死的情況下 確診五肺之後出現了嚴重的精神疾病症狀 那麼這個報導引述了學術論文中提及的案例 包括美國北卡州一位36歲的女性 他偏執地認定他的三個小孩將被綁架 迫使他做出不合常理的營救行動 另外一個是紐約 一位30歲的男性產生嚴重的妄想症狀 認定表親要磨殺他 為了自保 這名男性試圖勒死對方 那這個是美國 英國一向針對一百五十三位住院感染者的研究顯示 有十個人也出現了新發現疾病 精神疾病 西班牙的研究也發現了十個類似的患者 來請教一下周醫師 吳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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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病毒 他其實他有一個先天的一個存活的一個要求 像呼吸道病毒的話 他大概是非過傳染大多了解 他在呼吸道的一個部分 他會繁殖是因為他是一個缺陷的病原體 他會進入透過ACE2的這個受體 進入細胞後他會繁殖 也就是說其實理論上來講 他不應該在腦部產生影響 那第二是間接影響 病毒的間接影響 譬如說他的那個病毒造成內分泌的異常 或是造成血栓或這些的 所以這也是有可能 第三個部分則是藥物影響 我們太多的研究藥物 試驗藥物 在這些病人的身上進行研究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太曉得一年之後的副作用是什麼 兩年之後副作用是什麼 疫苗也是一樣 所以這些藥物的影響其實必須要列入考慮 所以其實我們對這些病人 就全世界幾千萬的案例裡面 其實這些數目制的確還是少 但是的確發生原因 因為太多因素了 我們來關心日本 東京這個疫情說在今天2020的最後一天炸裂了 單日新增光東京超過一千三百人 超越十二月二十六的九百四十九個人的紀錄 創下疫情爆發以來 東京單日確診人數的新高 然後說東京每天確診的表格只有上限是一千三 現在剛好突破上限爆表了 然後這個東京都的知識 小池百合子出來說 再兩個禮拜 醫療系統 東京的醫療系統恐怕就崩潰了 那個方老師 你最喜歡的日本怎麼變這樣 對 我真的已經不是我所認識的日本了 所以我覺得日本我們過去認為 他的公衛系統應該是非常嚴謹的 他的醫療各方面 可是我們這次看到的就是說 如果日本真的整個醫療崩解掉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整個就變成失控了 其實我們的所謂的疾病管制的相關的法律 其實比日本還要強制很多 我們很多東西其實是蠻嚴格的 可是日本政府在這邊的規定反而是鬆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他這次很多 為什麼會覺得這麼荒腔走板 就是他不想去干擾人民的生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變成很多人民 就是說我必定要配合政府啊 你看前一陣子 這個日本的首相菅義偉還說 我們要出去旅遊耶 他認為經濟還是很重要 他到目前為止 那個劉里兒都說了 那個與旅日作家 他說到現在為止 日本對中國的訪客 還是特別寬鬆 真的喔 還是寬鬆 而且我們知道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到年終的時候 日本還不願意斷絕 跟中國的飛機的往來 所以我覺得這次看得起來 日本的確是讓我們覺得很意外 怎麼過去我們認為 我們該學習日本 對 現在變成日本要 反而要學習台灣 我覺得最近我看到了 昨天那個 我們疾管署出的那個影片叫我們 對 我看了半個小時 我看完真的很感動 那影片真的把我們 所有這次防疫的 所有 而且我發覺他這次這個影片 陳時聰出現的時間 連一分鐘都不到 全部都是那些基層的醫護人員 北醫的 台北醫院的護士啊 護理師啊 他們很辛苦 都是報導基層的 然後部長集計都沒有報導 表示什麼 我們真正的防疫英雄是基層 中國也有一部影片啊 他叫做中國醫生 他什麼時候拍你知道嗎 七月 七月就拍了 七月他就認為他防疫成功了 然後他以誰為主角 以中南山 那中南山是什麼 中南山是被習近平在今年八月 那個共和國勳章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中國醫界的大佬 他並不是針對基層的 而且這部影片就是要告訴你 我們中國戰狼的這個防疫 是成功的 我們要感謝祖國 要感謝習近平 所以他還是用那種 他們在稱讚黨 黨啦 就黨領導我們 我們可防可控嘛 習近平不是這樣講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就看出兩岸的差別 人居然補充 中國大陸他不只認為他成功 他也認為他可以幫助很多國家 所以我不認為中國大陸在這一塊 他有辦法去說服民眾 不過因為剛剛提到日本 我覺得日本是讓很多人非常錯愕的 因為你剛剛講說 不管安倍他到底是要甩過來怎樣 可是你看日本在這個疫情裡面 其實是換掉了一個首相 換向一個新的 可是他到今天為止 告訴大家講說 好他日本改用鎖國的方式 當然有人講說辦鎖國 那不管 但問題是你會發現到 就是說即使從安倍晉三 到菅義偉裡面 他們對於整體的防疫來講 確實是沒有得到任何的教訓 甚至不要想得到教訓 他甚至連現在該怎麼做 或許都不知道 你今天就算你禁止 其他外國人進入好了 可是你現在看起來 你是內部自己本土的 那個感染的狀況是非常多 那你也沒有一個好的一個力調情況 所以我今天回來看 就是說您剛剛特別提到說 有一些這個疑似 可能會有精神病的 或者是這種症狀出現 我不知道在柯文哲的眼裡面 他認為這是理智還是不理智 因為在這一次的這個病症裡面 有很多確實超過我們過去 可能對於流感 或者是對於什麼肺炎 那種什麼固有既定的那個印象 因為剛剛其實來賓有提到說 在要不要辦活動的這件事情 臺灣這些民眾是瞎你的臉書去幫你罵 為什麼要辦 你去看看國外 剛剛畫面有 是一大堆人幫你罵 說你為什麼要管制 你看那個義大利之前 有個市長又出來考 你知道嗎 求大家不要上街 不要再辦活動了 不要再幹嘛了 國外沒有人在理你 可是臺灣民眾在這一塊 他基本上熟了 不過不過東京小池百合子 有說大家在家過年 是 然後首相監獄也叫要大家在家過年 因為日本接下來一月一號就過年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英國 英國首相強生今天出來說 英國的這個五萬肺炎確診病例裡面 有六成現在是新變種病毒感染的 這表示那個變種病毒真的很厲害 他呼籲民眾跨年夜不要群聚 在家安全迎接新年 柯文哲聽得很不爽 很不理智 不理智的恐懼 那被問到政府是不是環境太慢 導致疫情爆發 強生說不幸的是 我們沒有辦法預料到 這是新變種病毒 人類沒辦法預料的還多 他說變種病毒從發源地迅速擴散 從倫敦的東部跟肯特郡 開始朝全國蔓延 不過他說他有信心 狀況在明年復活節後的週一 也就是二零二一年的四月五號之前會變得更好 夭壽 你跟我說四月五號我只能聽到 可是他其實第一步要防守那個醫護 就是第一線 否則你看很多國家 英國的狀況也是 他們從聖誕節 哇 那個病床根本全部全滿啊 然後這個是美國加州 加州最近的狀況也極慘 他們在六個禮拜一個半月之內增加一百萬人染疫 光加州區而已 然後你看他說加護病房的病床可用零% 零零 沒有了啦 對 那所以其實對於第一線的醫護來說 他們承受的壓力實在太大了啦 所以他們的州 州郡的官員就說 我們現在醫院已經遭受了圍攻 就是你看那個狀況有多緊急 所以所以你看到那些歐美的人士 他們可能還不戴口罩衝去超市啊 或者是還還想要跨年的時候 我都很替這些醫護擔心啊 那英國的變種病毒 現在已經入侵至少二十七個國家 現在發現了三千多起病例了 那專家警告說 美國恐怕也會出現本土的變種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州醫師 我們這個什麼時候會恢復正常 我們直接說好了 因為現在我們所面臨的 我們叫做完美風暴 完美風暴也就是說 這支病毒是經過選擇壓力 什麼叫選擇壓力 就是說一支病毒能夠在呼吸道產生存活 它一定會要突破 第一個就是免疫系統 第二個就是表皮細胞所產生的脹壁效應 第三個則是病毒本身的一個存活力 所以這支病毒是經過一年的一個篩選出來 所以這一支B1.1.7 這一支的部分的話很麻煩 因為它快速生長 它完全適應了我們的呼吸道 而且它的一個突變的部分 又完全符合我們對HCV 對這個RNA病毒的一個了解 所以我們一直很擔心 假如說不能夠在境外阻絕的話 一帶進來的台灣 台灣的環境的一個選擇 搞不好又產生其他一些厲害的病毒 所以這些病毒的一個部分 讓我們注意到就是說冬天 如果說讓英國這支病毒 從28%的佔據率到62%的話 可能在未來的12月跟1月越來越厲害 所以為什麼會在其他國家陸陸續續出現的原因 是因為這支病毒可能不知不覺中 隨著譬如說行李 貨物 或甚至說簡單來講 一些沒有明顯的症狀帶原則 影響到克羅拉多州或其他的這些部分的話 也就意味著說台灣其實未來會面對更多這些新變種病毒 所以面對這種情況因為它影響到疫苗的保護力 所以我們只能夠說希望這個季節趕快改變 或者是說我們找到方法來面對這個優勢存活的一個病毒 不這樣子的話我們其實呼吸到可能很快的 會面對就是病毒本身跟病毒相對的一個凝血功能 所造成的系統性風險 好 講到疫苗 那麼這個中國說他們的疫苗 連臺灣同胞也要打 可是今天中國有一個聲音說領導你先打 我再打 那麼也就是他們對自己的這個疫苗 也非常的沒有自信 那國台辦的聲音被認為是統戰 來 我們來看福西 當前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人群安排 這些優先安排人群是包括臺灣同胞 在大陸臺胞的預防接種工作 同樣也會做出妥善的安排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把臺灣同胞掛在嘴上 話說得好聽又洗腦 我們堅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與臺灣同胞同舟共濟 守望相助 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中國在拿疫苗大外宣 引發陸委會反抗 將防疫專業與政治宣傳掛鉤 別有用心 本會提醒在陸的臺灣民眾 應注意中國大陸疫苗風險的資訊 政府方一再以不專業的態度 將防疫事務與政治宣傳掛鉤 也請陸方不要將臺灣人民 視為疫苗試驗的試驗品 委會強調根據中國官方公開資訊 多款自製疫苗仍處於臨床試驗 品質安全性不透明 即便首度批准上市保護效率 約79.34% 連自家人都不敢打 那今天誰要應該先打 我個人覺得現在應該打 是領導幹部要先打 近期有專家喊出讓領導先打 引爆網路熱烈討論 成為中國流行語 微博上也有網友附和 要對中國的疫苗有信心 要對中國的科學家有信心 當局層層動員一頭熱喊話 卻越描越黑 連第一線醫護人員也持消極態度 疫苗接種染上政治色彩 就怕罔顧了大眾安全 中國的國藥集團宣布 他們旗下所研發的疫苗有效性是79% 我記得這個什麼菲瑞 阿斯特捷利康還有莫德納都是95% 對95%以上 他們是七十九他們選擇 可是呢即便百分之七十九網路上流傳了一段影片 上海富旦大學附設華山醫院感染科的主任叫張文宏 他在會議上說現在要打是領導幹部要先打 前中國青年報冰點雜誌的編輯叫李大同 對此說這些高官們要坐在電視機前打中國疫苗 你們敢老百姓就敢 那我想因為這就是標示說大家沒信心 那請教一下王老師 既然七十九趴為什麼他們要他們沒有信心 七十九趴我們光聽到就是還是很害怕 而且事實上那只是這剛剛結束第三局要宣布的 那他其他的狀況還很複雜 大家在解釋 可是我講這個剛剛講這個張文宏 他是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的主任 他居然講出說 他居然講說要打領導先打 可是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說這裡講說民間說叫領導先打 不是 華山醫院是什麼 華山醫院在我們看來是江澤民的御醫院 江澤民引導的華山醫院邊 上海華山醫院 你就把它想成臺大的臺大醫院 上海華山醫院的感染科主任 跳出來講說你們領導都不先打 我在想說他會不會說江澤民同志 我們來先給你打一針試試看 因為他等於他是具有相當指標性的一個醫生 不是隨便的人 所以他講這個東西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是他們對疫苗 就中國自己的醫護人員對疫苗沒信心 因為中國把醫護人員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把醫護人員列為優先疫苗施打對象 他可能想說我要先打嗎 不然你們領導先來打打看 那領導會真的會上電視去打嗎 目前看起來沒有 美國總統拜登都先打了 還有幾個國家的也都有 他就是沒有 那所以看起來這件事情就是跟這個鴨子聽壘 喊一喊 可是代表出來 他們對中國疫苗沒信心 這兩個應該會被抓上電視先打 有可能 張窩宏可能會被迫說 我們我就是領導 所以我先自己打 有可能 第二個 剛剛講那個疫苗實驗場 比如說國藝疫苗是今天才公佈79% 可是在前兩個禮拜 他們就宣佈在上海 在深圳要到一月中 要打五千萬支疫苗 還沒做到臨床實驗了 所以他有五千萬大規模的臨床實驗 好玩的是這個臨床實驗 還包括國胎辦 很合身的 說這些優先施打對象 臺商 在中國的臺灣民眾 包括臺商 你可以隨時來打 所以把臺商也當成 當成優先施打疫苗的對象 所以現在這些臺商會會長 趕回臺灣 他被抓去打 對啊 因為他覺得你臺灣 你臺灣你敢拒絕嗎 你臺商敢拒絕嗎 敢拒絕應該查你水表 對 所以現在變成臺商趕快跑回來 因為臺商更不相信 中國的疫苗嘛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 你說才 可是為什麼國民黨那麼多人 國民黨就過去去打嗎 就過去去打 這個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 我還擔心 但是有些臺商會長最後也一樣 要打領導先打 要打臺商會長先打 然後臺商會長打完之後 臺商可以打 可是你不要忘了 國民黨昨天跟很多的臺商會長視訊會議 在講什麼 講說臺灣應該要開放快捷碰到 再往前 連帥有人在鼓吹說可以打中國疫苗 再往前 有臺商在講說兩岸應該有泡泡 應該讓臺商回來 不要再做檢疫了 我們現在開始擔心 這是不是一連串的連續劇 到時候 臺商打了中國疫苗之後 他們就說 我們現在有抗體了 中國疫苗好棒棒 所以回來臺灣的時候 我們有疫苗有抗體了 你臺灣怎麼還可以讓我在隔離14天呢 應該有防疫泡泡 你看那一出一出眼下 像不像一個連續劇 然後最後都怪說 就是你臺灣政府 不願意不願意這個網顧臺商性命 事實上你是你中國疫苗 到底讓大家會不會放心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臺商絕對不情願被打疫苗 被迫打疫苗 對 那臺灣你想趕快回來打 打這個美國的疫苗 或者臺灣 我們自己本土的 我們自己值得疫苗 所以我覺得 但是沒辦法 在中國你怎麼辦 美國的服務所總統 彭斯是公開打疫苗 還直播 國際直播 可是他打的是歐美的 對啊 那王岐山敢打嗎 王岐山敢打這個國藥的 王岐山是國家副主席 他跟彭斯未接是一樣 他盒子可以是國藥的 可是裡面放的是 對 有可能 到最後還是裡面是國藥的 國藥的包裝 裡面是輝瑞的疫苗 打給你看 所以我覺得中國是這樣 高層的一定是打進口的 我不認為習近平 絕對不敢打國產的 中國那個疫苗 之前毒疫苗事件 多少高官都受害 但是忠誠的打國產的 但是你以為中國的人都打得到嗎 打不到啊 多人底層是沒得打啊 所以就是說 對中國來講 如果他實在打不到外國 他打個國產的 也算是也算是放心嘛 了解 但目前他這五千萬人表示什麼 就是在做實驗 在做人體實驗 因為我們看到 基本上你要達到有效 要達到百分之六十五 按照十四億人來講的話 你只要打到九億人 但是你要什麼時候 能打到九億人 我們台灣大概兩千三百萬人 要一千五百萬人打 才有效果吧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中國現在還在 他等於是一邊在研發 一邊在實驗 那我請問 這些白老鼠 台商恭喜啊 你成為白老鼠 如果哪一天你不幸 為祖國捐區啊 不過他不然會感謝你啦 你幫我們做了一個 幫你大忙 所以你看剛剛那個多可怕 不管誰先打 就是不要先找我打就對了 都是別人先打 就他真的突入的訊息 是這一個 所以我其實覺得 對現在來說 其實並沒有說 你打哪一國的疫苗 就算你打美國的 你打歐洲的 打英國的 打西班牙 打大陸的 我們其實對於防疫的 這件事情 並不會因為你打哪一個國家 我就給你一個特殊的通道 因為我們才剛發現 有一個案例是 他曾經已經是確診過 而且他已經是五彩銀 四彩銀完了之後 都已經認為是痊癒了 結果又丟在裡頭 所以像保證說 我現在就一定是 溫透的不在乎 我認為大家不會爆這個心 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有部分的人是一直在那裡強調說 OK 有他的疫苗 為什麼你不讓他快節 為什麼還要讓他去 去這個再剪 再隔離 我覺得這很荒謬 那難道說你今天打了這個疫苗 所以打美國了 他就應該要繼續隔離嗎 打別的就應該不用隔離 沒有這種分法 所以你在這上面去做的這個文章 然後告訴大家講說 你光看 我現在很擔心什麼 因為現在有 因為有一些人呼籲台商可以去打 他自己沒阻 你知道嗎 那也跟剛才你說 台中的一樣 歡迎我不要叫我先打 領導先打 我們這邊就是說不要叫我打 你叫台商先去打 其實臺灣很可愛 你看臺灣沒有人說 總統你先打 對不對 小英你先打 可是在中國就會要求 領導要先打 對不對 就有這個差別 好 那麼也就是說臺灣人他普遍相信 那中國是不相信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我們的這一個國造潛艦 本來大家擔心說那個紅驅的裝備 我們拿不到 不過現在這個據說已經拿到了 那他的性能是相當優秀的 那另外是美國今天也派了兩艘驅逐艦 通過臺灣海峽 我們現在看 就是美國的這兩艘驅逐艦 就是麥肯號跟魏伯號 今天又通過臺灣海峽 特別是從南海北上 就是跟之前山東號從北上南下的那個航路 航路是相對的 我們可以看 為什麼是這兩艘驅逐艦 以前通常就是有一艘作戰艦艇 搭一艘所謂的輔助艦艇 可能是補給艦等等 那這一次是兩艘 那其實這種神盾驅逐艦 他經過臺灣海峽 傳達是一個很清楚的戰略訊號 一方面是告訴北京說 真的就是要知道美軍 他是有決心的 美國的五五角大廈還有甚至說即將上任的 美國的新政府 其實對於中國的武力的擴張 已經是認知很清楚的 特別是美國參眾兩院 就是這種對臺灣的支持是跨黨派的 那回到這兩艘神盾驅逐艦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船上的戰情是 其實他從這裡穿越臺海的時候 他的艦上的這種所謂的標準三型 標準二型的防空飛彈射程是大概150公里左右 也就是他即使從台海中心穿越 對於中國的東部戰區的福建浙江 大概在沿海70公里左右都已經是在他射程之內了 更不要講說他船上有所謂的這種 長射程的就是戰斧巡迷飛彈 這種傳遞的訊號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第二個他也是在告訴就是周邊的盟國 也就是說美國的承諾是很認真的 對於盟國的這些安全的承諾 美國是一直在強化他的武裝的那個部隊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2021的國防授權法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PDI 太平洋的嚇阻的倡議 這部分也就是要強化對於東亞 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這個軍事上的援助 現在很清楚的就是我們國造的潛艦 一個很重要就是所謂的紅區裝備 包括這個就是水下的新型的聲納 數位聲納 還有包括所謂的那個作戰系統的部分 就是紅一根我們可以看 這個潛水艦在水下 他真的是一個高科技的裝備 我們可以這樣看就是在水下潛艦一般就是作戰深度是300公尺 300公尺 那是一個什麼概念 就是每平方公分 大概就是一個指甲 一平方公分 大概拇指的指甲大小 要承受300公斤的壓力 一平方公尺300公噸 這是什麼概念 一平就是大概900公噸 你想想看 這樣的壓力殼在水下承受這麼大水壓 所以他從潛艦的外殼設計 到內部所有的那個作戰系統 在各國海軍都叫做潛艦是一種水下的瑞士表 就像瑞士表一樣的精密 這部分 好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就是這次所謂很多人說的環形聲納 其實他不是像一個戒指戴在手指上 他其實他是一個水平的環形的聲納 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當然是因為很多軍事機密 有人說是可能是雷神系統或是其他的 就是美國先進的防衛公司所替台灣打造的這種環形聲納 其實大概長的樣子就是這樣子 他一般來講他裝備的位置是在箭手下手的位置 裝在這個位置他是被動的 那搭上還有側邊的聲納 還有這種反水雷的聲納 可以讓潛艦在水下航行的時候 他好像是遷移就是說順風耳一樣 可以偵測各種主動被動的目標 而且可以進行迴避 同時把自己隱藏很好 必要的時候 他可以用這種聲納來鑑別 就是潛在的敵人水上舰 過去的是遼寧舰還是山東舰 還是洞75的兩溪登陸舰 我還可以聽得出來 他是鍋爐發動機 還是說燃氣渦輪發動機 還是柴油發動機 我都可以知道是誰經過我的上面 我可以選擇目標挑筋減肥的去進行 精準的打擊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國造的潛艦 對於台灣周邊的防禦是非常重要的 同樣的就是除了這些硬體的裝備之外 我想就是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文化 還有我們的一些法律 可能要做一些修訂 感謝蘇教授 好 那這個澳洲的前陸軍少將 現在是國會議員 他是怎麼判斷 中國跟美國在未來的三到十年 要爆發戰爭 他說澳洲也會跟中國開戰 那麼這個美國跟中國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 因為美國想要賣 在香港的領事館的這個房地產 可是中國說不准 要經過的允許 這意思就是不買不買啊 難道美國會聽話嗎 好 那我們先把莫蘭他的講法 他指援澳洲直接開戰的可能性比想像中高 他說澳洲政府需要立即準備最壞的情況 他是上電視台節目 他這樣說的 他說他擔心澳洲跟中國的貿易戰 很快會升級為軍事衝突 他說澳洲跟中國開戰的實際機會 要比目前所意識到的高得多 澳洲政府需要立即準備最壞的情況 他預言 中國跟美國會在未來的三到十年爆發戰爭 他說美國與中國戰爭不只是可能 是比多數人願意承認的更可能 澳洲不是主要的玩家 但我們必須準備 因為我們可能遭受附帶傷害 莫蘭說 自己並非認為戰爭無可避免 只是認為澳洲當前最好的辦法 是制定一套防範中國的國防戰略 方老師你看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中國跟澳洲的矛盾越來越深了 大家都知道 其實應該這樣講 發生戰爭 大家覺得不太可能 為什麼越來越可能 第一個習近平上台之後 積極的在南海拓島礁 那這些島礁其實跟澳洲的距離非常近 所以對澳洲來講的話 你現在的手已經插運到澳洲的後院了 第二件事情 我們看到去年 中國奪取我們兩個邦交國 一個是左羅門群島 一個是吉里巴斯 這兩個國家其實當時澳洲非常緊張的 因為澳洲一直希望這兩個國家 不要跟台灣斷交 甚至他們還遊說 跟這兩個國家的引導人說 你們如果維持跟台灣的邦交 我澳洲會給你們更多的援助 所以這兩個國家還是跟台灣斷交 這兩個國家距離澳洲也非常近 所以對澳洲來講 他竟然覺得說你中國 未來跟索羅門跟吉里巴斯 如果你們在那邊設立軍事基地的話 那我澳洲的國防會直接受到威脅 就變成說你中國解放軍 是直接的進入到我對我澳洲形成一個非常重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莫蘭少將 他講的東西絕對不是唯言聳聽 而是中國也想在 特別是現在中澳之間的關係 中國他現在是因為不敢跟美國 嗆聲直接直接攻擊 他敢打澳洲 因為他覺得澳洲你人少 他敢打澳洲 美國不會放手不管 對 但是他現在看到了 你拜登上來 你到底對澳洲是什麼態度 之前川普當然跟澳洲是非常力挺的 可是如果拜登上來呢 拜登上來會不會 他現在以國內疫情為主 他可能就在這個地方會比較放鬆 所以我認為中國現在跟澳洲在那邊嗆聲 包含打貿易戰 不買澳洲的煤炭 這些東西 我認為他是吃定了 現在美國在一個交接狀態 還有就是拜登 他未來可能在這個外交上 他比較消極 那這個時候他會出手 所以我覺得 那當然我覺得澳洲 他當然不可能坐以待斃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為什麼包含像日本的 副防衛大臣中山泰秀 他都說你台灣是日本的安全紅線 那我們看到了這個 莫蘭少將也提到台灣 就台灣跟現在變成澳洲跟日本 他們都認為 你拜登你要趕快的對台灣問題 要表態 要表態 對 所以他認為說如果你不表態的話 中國就會越來越強硬 所以我覺得現在日本也好 澳洲也好 大家有點共識 就是大家要互相合作 來怎麼樣來圍堵中國 那不然你看到 連歐洲 現在反而是 我覺得歐洲現在是看到了 這個美國川普 美國拜登政府 可能會比較軟弱的情況之下 歐洲反而開始反中 不然我們看到了 這個 這個法國 德國 英國都要派軍艦來亞洲 而且要跟日本合作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點要先尋求自保 那這個自保的情況 我覺得台灣的重要性是越來越高 因為我們很少看到 日本的副防衛大臣 會直接點名台灣 因為日本過去對台灣問題是 比較曖昧的 所以我覺得日本是這次是很清楚的 把他對台灣的關心 黃老師要補充 是這個東西只有可能發生的 差個話 如果他們捲入戰爭 台灣應該也不會 當然也 他就等於是整個亞太地區都會捲入 為什麼 因為除了莫然看到這樣的趨勢之外 中國自己其實透露出來了 中國一個知名的學者叫龐中英 他其實他其實就是習近平在亞非問題上面 一個智庫智囊 他這兩天突然間講一句話說 中國要趁現在發展自己中國版的印太戰略 下面一數 就是剛才范老師所提到的 他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 他開始要自己擦旗 南太要開始擦旗 在南海要佈局 在印度洋上面 在斯里蘭卡 在馬爾地夫要去做強化 這不是就是跟著準備跟美國 在印太上面直接全面去做 拚輸贏 對啊 要拚輸贏 你就如果拚輸贏的時候 你本來是要圍堵 要反圍堵 這個一衝撞之下 衝突摩擦到開戰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中國已經自己不經意的把自己的戰略 也講出來了 那你當然這樣的情況 最後就是一種圍堵跟反圍堵的對抗 那我覺得莫然他講到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什麼 以前澳洲 日本都福音一個概念 他們叫他們叫做避險 就是經濟靠中國 安全靠美國 我覺得澳洲人到現在已經發現 避險到最後 避險到最後 是不一樣的東西倒了 中國這邊不能靠 所以現在完全不靠這一靠了 所以避險是失敗的 所以他現在要轉向 要跟台灣一樣 就是要結合整個印太地區的能量 叫威脅平衡 那澳洲如果跟中國真的開戰 台灣呢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他真的開戰 應該是中美之間的衝突 然後澳洲或者是其他的國家被捲入 但是澳洲被捲入可能性是非常 非常高的 剛剛講一個南海的問題 一個南泰的問題 那台海的問題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可能被捲入的焦點 那關於是台海 他跟日本比較有關係 所以日本才會那個外鄉 才會講說 其實變成台海 應該納入日本整個安全問題的 一個核心來共同做防衛 所以代表其實大家在一起 要一起在做中國的圍堵跟努力 再看一下日本 日本對中國 這個是日本的共產黨 中國是共產黨 日本的共產黨反對邀習 建篇訪問日本 因為他說講了太多了 引引力這個武漢肺炎疫情 不懂環境 然後這個在南海的問題等等等 那另外是日本的外交部長 說中國你想加入CPTPP 一切照規矩來 就沒有很想給你來啊 如果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加入的話 我當然就非常歡迎 我們很榮幸有你的加入 外掛 一切按照規矩來 就你慢慢來 慢慢等 我可能不是很歡迎你 而且我覺得好丟臉 那個規矩是什麼 一層一層 就是他要先跟其他的周邊國家 先談 談了之後 大家覺得OK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合作的話 才會有中國的角色 那可是現在看起來 連第一步他日本都沒有要跟你 中國有對話 日本說你必須遵守關稅自由化 再來禁止你優惠國有企業 我覺得其實在澳洲的例子之後啊 各個國家都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跟中國不管是談任何的貿易協定 不管是任何的國際組織 其實你都對他無法做約束 他說翻就翻 那些規則對中國來說都不是他可依循的 更何況這些國家儘管要求說你中國自己應該要做怎麼樣子的金融上面的改革 或者是金融上面的秩序的時候 那怎麼可能要求得到 你連跟我簽了 你都不守規矩了 我還我還能要求你對於你自己內部的做做這些管理嗎 那我覺得丟臉的地方是說 連共產黨都嫌你 日本共產黨 對 連日本共產黨都嫌你 可見你中國做到多天怒人 而且他搖搖搖搖搖 他不只是講說你引力疫情 對 他包括了你對於人權的踐踏 對於新疆 對於這些維吾爾族這些屠博 他連這些都列進去了 香港 對 還有香港 就是說你看看 連共產黨都不持跟你圍武 都不願意邀請你來 你就知道中國雇人院的程度 現在到了多嚴重 再看一下香港最新的調查 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公布民調 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再度下跌 跌到只有29.7分 特區政府信任的淨值 下跌8個百分點到負27 香港民眾在過去一年的快樂淨值 是創下這項調查 有史以來的最低點 那是幾年 那就是28年以來的最低點 那今天環球時報說 沒有沒有 我們國際形象是提升的 我們八成的人都認為 國際形象提升 你就知道中國雇人院的程度 現在到了多嚴重 再看一下香港最新的調查 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公布民調 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再度下跌 跌到只有29.7分 特區政府信任的淨值下跌8個百分點到負27 香港民眾在過去一年的快樂淨值是創下這項調查 有史以來的最低點 那是幾年 那就是28年以來的最低點 那今天環球時報說沒有沒有 我們國際形象是提升的 我們八成的人都認為國際形象提升 他惹毛了澳洲惹毛了 日本惹毛了 香港惹毛了這麼多國家 但是他們還是認為自己的形象很好 朗東兄為什麼 其實苦衷作樂一下 香港還可以做出這樣一個民調 表示香港言論自由還沒有完全淪陷 因為像中國他是說 他這個什麼 對於他這個什麼大外宣 大內宣國際形象很好 他做法是怎麼樣 會員邀約的在線問卷 就是我先挑選過 我從來沒有聽過民調 我還先決定批會員 然後再去邀他 北京 上海 深圳 然後做出來結果說 我覺得中國的國際形象很好 那至少香港還沒走到這一步 不過也快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賣房地產的這個事情 其實美國他要出售領事館 這件事在八月這個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進行 九月就成交了 賣給香港的恆榮地產 結果中國是在十二月二十一號 才告訴恆榮地產說 不好意思 沒有北京同意 你是沒有辦法賣 其實這是一個顏面之爭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拒止你 把理治管拿走 可是他有個面子是說 你美國要走 問過我在說 這個是中國他的一個顏面之爭的問題 所以說對於日本人 那美國怎麼能接受 美國當然不能接受 不然日本也不能接受 所以日本關於說要不要加入 中國要不要加入CPTPP 日本就說進一步觀察 日本人講話都很客氣 他說進一步觀察就說 抱歉了 你就不要來了 那個人就其實說 所以看得出來都不管是日本